昨天早上 然后我跟我爱人一块去了趟菜市场 我好久没有去了 然后他去菜市场呢 每次也都不问价格 直接就买 因为现在的这种 尤其是菜市场 不是那种超市里面 菜市场呢 就是属于这种普通的家庭 正常去买菜的地方 我媳妇去呢 就是基本上就是给我来一斤这个 或者一只鸡 或者买点什么家里用的菜啊 什么吃的菜之类的 但这次去呢 我就是想跟我跟着一块去 然后我就很想了解 现在的这块这个东西的价格 然后呢 我也想用这个金融的和量化的知识 来分析一下现在的这些商品的价格 因为之前我对这边没什么感受 然后因为最近的话 我发现很多东西的价格 好像比我买的价格要高了 包括有的时候 我这个去买苹果啊 有的时候中午呢 我想多休息一会儿 然后呢 就买买点苹果或者桃子 或者香蕉之类的 然后呢 我那天去华润超市 我看苹果这个这个10块以下的没了 然后最便宜的一款是12块钱 再往上就是22了 香蕉这些东西也都蛮贵 最后我买了桃子出来了 就是因为觉得本身桃子也不错啊 桃子6块钱 我的印象中是苹果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但是现在有点觉得很奇怪啊 然后很多其他东西价格也都开始慢慢有点小小的上涨 所以说我就很有兴趣 去跟我这个媳妇去了一趟菜市场啊 就是真正普通的工薪阶层去的菜市场啊 也不是山姆沃尔玛 山姆沃尔玛里面也有是 我相信让很多人有诧异的地方 这让我之前也有诧异 但我希望今天我能够去破解它 或者说去深入的了解它 这是为什么 这是做一个IT或者做金融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抛弃它的本质 因为这是一个经济社会 一切都是以经济作为衡量 用钱来衡量 不管是你的劳动力 还是他的所有的产出品 我认为都是用经济衡量的 因为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在山姆尔玛呢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之前也是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斤鸡肉呢 至少十几块钱 对吧 然后呢 但是有一款炸鸡 就是在一个这个烤箱里面啊 有很多炸鸡 它被这个抛开了 然后就是腿和脚 翅膀和脚是它张开的 挂在里边 然后在里边转 然后呢 这个烤完之后呢 一只鸡9块9 那只鸡的话 你乍看一下 应该也是有个一斤多吧 为什么一只生的 生的鸡肉 一斤要十几块钱 但是你给你烤好了 甚至还送鸣可乐 才9块9 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难道说这个这个超市是为了做慈善 还是说是为了吸引客户 因为沃尔玛和山姆的 就我所知 它的很多的柜台是外包的 所以说这是不合理的 这个东西违背商业的本质 那它一定就是不合理的 因为买的没有卖的精 它能长期在那买 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有利润空间的 不然它不会做 而且它很多时候把这个东西呢 放在一个 你像给它一个烤炉 在那给你展示 它是不是全在那烤的 我不清楚 但是它给它那么大的空间 把很多的这种打包的一包的鸡肉 甚至给你切好 放在一个塑料袋里 放在一个盒子里 然后旁边放瓶可乐 你就中午饭吃热就行了 你吃全肉 吃这个烤鸡 然后再加一瓶可乐 才9块9 这个让很多的社会的中低收入者 是趋之若鹜 但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猫腻的 这个里面就肯定是 就老觉得有点怪怪的 后面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里面后来经过的分析 它是合理的 绝对是合理的 而且很有意思 再回到我跟我媳妇去菜市场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 那后面我把视频附在后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很有意思 就是在2019年的7月5号早上 我去的菜市场 地点我就不说了 就在深圳 绝对工薪阶层去的 然后大家也能看到环境 我里面有快进 然后就我印象的这样子 就是比较普通的 给你已经杀好放在哪了 肯定是24小时之内限杀的 因为这种超市的不好说 但是菜市场的大概率 因为它必须讲究诚信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相对新鲜的 因为做菜做饭的大妈没有傻子 他比很多的 在城市里面打工年轻人 要聪明的多得多 因为他是为了孩子 包括也为了自己的健康 天天做这件事的人 所以说你可以放心 他们去的地方一定是比较新鲜的 我去看了这种普通的 这种鸡鸭肌肉鸭肉 然后他把你内脏已经摘除了 就是他的除了包括鸡屁股 鸡毛全给你去掉了 然后你回去之后 直接就可以切块做的 一斤鸡肉还是鸭肉都是19块钱 一斤 19块钱一斤 然后又去另外一个摊位 问到他的叫清远鸡 就是在这边清远鸡名气比较大 因为他说叫放养的 然后吃野生的虫子 反正各种的 吃过的都觉得好 这个价格的话 它价格能定的高一点 也是有道理的 清远鸡是22 还有一种叫乌鸡 乌鸡就是它的皮是黑色的 据说可以对孕妇 对于女性各方面生理是有帮助的 25亿斤 这样有一个差价出来了 就是鸡肉鸭肉19 最好的25 然后又去问了猪肉 猪肉是我有点意外 猪肉我认为应该比鸡肉贵的 但是出来的结果是猪肉的话 是因为我儿子比较喜欢吃五花肉 他就喜欢把它炒炒炒炒炒 炒得很干很干的那种 五花肉的话是一斤16 然后我媳妇还反复确认 是16一斤吗 他那边说16一斤 然后顺口又问了一下排骨多少一斤 排骨35 排骨里面是有骨头的 因为它贴骨肉 贴骨肉的话 五花肉里面肥肉我看好像很多 反正它切了一条就一斤一斤的 排骨是35 如果是这样平均下来的话 我这块没有详细差 就是从一个猪肉它里面的五花肉和排骨的比例 我觉得这样的话如果平均下来应该是猪肉的价格比鸡肉的价格要高的 你猪肉你排骨35 然后你的五花肉的话是16 然后旁边还有那种就是有人喜欢吃纯瘦肉的吗 现在讲究健康吧 价格都是比五花肉要高 当然旁边还有肥油啊 肥油可以更便宜一些 我觉得平均下来的话应该是在25左右 我觉得是差不多 这个平均数毕竟排骨35嘛 这边16嘛25以上吧 然后呢 这个我本身是北方人 然后说你们能帮我问一下羊肉 但是在广东这边 它没有羊肉这个东西 只有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些羊肉 所以我们就去问一下牛肉 牛肉呢 它那个默认的是60 然后呢 也有一种牛肉呢 是50块钱 所以说牛肉的话 差不多就是在50到60之间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 然后应该是没有注水的 这种大概能看得出来 当然我没什么经验 这个在选肉这儿没什么经验 但是有很多大爷大妈在那儿 站在他那个柜台前面 这个里面就这个我们得要用经济的这个逻辑来分析 为什么牛肉60块钱 猪肉25块钱 鸡肉19块钱 或者鸡肉20块钱 20块钱散 一个20 一个25 一个60 我相信羊肉的话应该差不多 就我印象中在冬天的时候羊肉牛肉差不多的 偶尔特冷的时候羊肉会价格高一些 它是市场化的 那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的话 鸡肉是相对便宜一些 然后猪肉贵一点点 牛肉再贵一点 而且还比猪肉和鸡肉还贵得多 牛肉比猪肉贵了三倍 为什么 什么道理吗 然后呢 我去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呢 查了新希望的这个18年的年报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 里面叫这个叫肉转比 或者叫四肉转比吧 就是饲料转化成肉的这个比例 它里面说他们用了比较新的这种 这种方式方法和技术 包括那种类的鸡 它的味道比较好 然后这个肉转比也比较高 叫饲料转化率吧 好像啊 它那个价格呢 它那个转化率呢 是1.9 就说你吃1.9的1.9斤的饲料 可以转化成1斤的鸡肉 这就有意思了 然后我又查了那个 那个北大荒 除鹰农牧 还有一个谁 还有新希望的 因为它也养猪嘛 然后猪肉的话 它里面很多种猪肉 到时候后面我可以把这几种 我看的那个 它的PPT 我可以放在这 打在这个视频上面 很好玩 就它里面很多种猪肉 各种样的 其中我印象比较深的 叫什么猪来着 我忘了啊 就是那种还有荷兰猪啊 什么什么猪的 这块我不是很专业 所以我要看他们的报告 也有一些券称的报告 我也看猪肉呢 这种转化率呢 就是叫饲料转化率呢 是2.5 就是你吃猪吃2.5公斤的饲料 然后可以转化成1斤的肉 然后里面有很细的 就是它在不同的阶段 它的这个这个饲料转化率是不一样的 然后牛肉呢 它是最夸张的 牛肉呢 这个叫牛啊 牛它的这个转化率呢 是最低的 就是它的8斤饲料 才转化成1斤肉 然后呢 当然牛肉 它这个这个转化之后呢 很明显牛肉 你想吃肥肉很难 牛肉呢 只有牛腩那边有点肥肉 其他部分基本都是瘦肉啊 就很很明显 它的这个牛肉呢 它的转化率很高啊 很高高呢 是不好吗对吧 你吃8斤饲料才产1斤的肉 这个是不好的 猪肉呢 人家2.5斤就产1斤 鸡肉呢1.9斤就产1斤 然后好 我们聊到鸡肉 我们就说一下那个刚才的那个炸鸡是吧 然后老板来十份炸鸡 炸鸡就啤酒 这是韩国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这种明星 他的视频里面 他电影里面有的 有的一个桥段 因为鸡肉在第一个周和第二个周的时候 它的转化率是0.83 这就好玩了啊 就是说你吃零 这个鸡呢 在刚开始就从小小鸡子变成慢慢的长到两个周的时候 它的饲料转化率呢 是0.83就是他吃0.83斤的饲料可以转化出1斤的肉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啊 他慢慢往上的时候是1.9斤转化成1斤 然后呢 但是在前两个周的时候呢 是0.83斤转化成1斤 就是就那些鸡吃的这些饲料呢 我也去查了一下 基本上是豆粕 玉米 和有可能是大豆啊 就这种大豆的概率很低的 因为他大豆炸成油之后剩下豆粕 相当会便宜一些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像中美贸易战的话 里面有些关于大豆的这种这种 这个这个争斗吧 这里面就是 但大豆最近的价格是变化不大的 变化不大 基本上 这个不是很很贵啊 就是不是很贵 就跟我去年12月查的时候价格差不多 基本上 都是在3000左右吧 这几个啊就平均下来 我印象中就是3000块钱 一吨一吨就一斤三块钱 所以说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这个就能解决刚才那个炸鸡的疑问 炸鸡呢就是算它是一斤半吧 一斤半的话这样来说它 所以说你吃的炸鸡你会发现都是小鸡 你也觉得还不错 哇塞乳猪是吧 这叫乳鸡还叫小厨鸡啊 然后就觉得特别好 这个鸡骨头也比较嫩 然后呢肉质好像也挺鲜美的啊 然后咦这个挺有意思啊 但是这里面就很明显 呃它如果是一斤半的鸡 它只要呃这个吃一斤多的饲料 也就是说吃4块钱的饲料 就可以有一只这个这个能够工变成炸鸡 或者烤鸡的这种原材料出来 那这个就合理了 如果说它这个鸡肉的成本 当然你要还要加其他成本啊 包括它的运输 然后包括屠宰 包括人工 包括很多的费用 呃但是下来的话也基本上都是对半赚 对半赚 所以说它就有动力了 那相当于它而且这东西销量大呀 它的这种呃以为你价格越低 性价比越高 它的收入人群越多 而且它的只要从 它从鸡苗变成 可以这个这个出售变成商品的话 就叫两周速度非常快两个周 这个就很符合很多的需要速度快啊 啊投入产出快啊 它的叫餐饮来说叫翻台率高啊 所以说这个就能够解释它这块的肌肉的这个问题 呃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为什么你吃的公鸡比母鸡多啊 你会你去看啊 菜市场看基本都是公鸡 公鸭 因为公鸡和公鸭啊 啊是叫公鸭啊 它的转化率相对来说低一些呃就意思什么呢 就是说它吃更少的饲料可以生产出来同样 金属的肉 然后呢老母鸡呢 它的这个可能要吃比如说2.5斤的饲料才会转出一斤肉 但是呢公鸡呢只要2.2斤 啊但你要量大了呢就跟很多的这个汽车一样 啊一个防装量有3000块钱 或者说防装量多少多少钱 但是呢你如果说车多了呢我一年前产30万辆 那这个量就非常大了你鸡肉的话人 按照中国人的这个鸡肉猪肉消耗量这是很大的 所以这里面是很有意思的 我没有比较公猪和母猪啊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有很大的概率 毕竟母猪它要去孕育孩子 啊所以说我觉得大概率也是公猪比较多 这个我我我没有调研我没有发言权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看 呃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东西 呃然后呢我你看现在的这个界面呢 是我18年12月19 啊然后我前面会会负一些这种我最新的 后来发现价格差不多 呃这张图上呢 它的这个你发现是靠上面的啊 这个都是批发价啊 呃批发价的话 我看一下啊一斤 呃猪仔然后猪肉啊猪肉 靠上面到最顶上的是牛肉和羊肉 牛羊肉呢大概的价格是在60块钱 呃我拿手标画一下啊手标画一下 这里60块钱啊60 呃然后呢再往下呢是这个 这什么东西这是应该是猪肉 猪肉一斤批发价一公斤啊一公斤啊 一公斤20块钱 呃跟现在价格差不多 哎你刚才不是说猪肉现在要25块钱吗 是吧那个五花肉也要16吗 是因为这是商业的规则 因为我我们家里面也有做一些这种这个这个经商的 一般情况下呃做生意的基本都是对方赚 有个别行业呢像奶茶行业呢那就是这个这个 可能5倍10倍的赚啊就是他也有每个行业不同 基本上都是对方赚 就他那个批发来的价格 比如说这个一斤猪肉是呃10块钱 他卖你20块钱这是合理的 因为他有损耗的啊 他这个这个一般批发的时候卖的猪就整扇整扇卖 呃里面的话可能有猪油啊 还有一些可能这种这种还有一些需要去处理的 有的可能要把猪皮划掉啊就这种的话 呃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中间有一定的比例 包括他有成本嘛有摊位费啊人工费啊运输费啊 各种费用基本都是对方赚 呃然后那个再往下再往下白条鸡在这个位置呢 大概你看已经贴近于猪肉了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啊呃之前的话这个在猪肉荒的时候啊 差不多猪肉在这里啊你看差不多二十七八 鸡肉呢基本恒定在十五左右 啊然后在近期呢两个开始趋靠拢啊 基本上就是猪肉批发价二十块钱一公斤 鸡肉呢大概是十六七公斤 所以说从二级市场来说就是我去市场调研的结果呢是 这鸡肉鸭肉呢十九然后猪肉二十五 然后牛肉呢五十到六十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价格 然后那个我去年的十二月18年十二十九当时也查了一个鸡子的价格是三块钱 呃哎呦那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炸鸡那个那成本可能还有提高就是一个一个除鸡就是鸡蛋已经变成鸡子了有有机构有专门的公司专门做这个除鸡的 那他的鸡子三块钱 然后这个鸡子变成成鸡呢 按照如果是1.5公斤的话 那他还要加4块钱 呃因为 呃可能会低一点啊 呃 稍微低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就是呃如果加4块钱的话相对成本7块钱 最后卖9块9也有的赚30% 然后呃也有卖1213的这样的话他这个呃从逻辑上也依然是靠谱的 然后呢猪仔的一个价格呢基本上是700块钱700块 呃一个猪仔700就是已经生完小猪就是母猪生完小猪然后呃应该过了哺乳期的可以慢慢的这个这个独立成长的就是猪仔700 一个牛犊呢6000块钱 有还是挺挺值钱的啊 但是呃牛犊呢这个牛呢猪可以一下生一窝鸡呢可以每天的下蛋那下的蛋很很多 但是牛仔呢它是呃 生的量是比较少的 因为那个我们古人的话有一个叫老字 一个宝杆头底下一个牛啊 然后呃就就其实也证明了这个牛的话 比如说你一个屋檐底下如果说是放的是牛就证明你的儿孙比较少嘛 呃所以说的话他这个牛是生的比较少的 所以说他价格贵 然后那个就是根据前面查的这些数据 然后呢2斤饲料1斤肌肉啊 像新希望的说他1.9斤那是已经很厉害了 就是呃他的一小步等于人类的一大步 啊这个2斤变1斤1.9变1斤这相当于提高5%啊 尤其你量大了之后这个还是很厉害的 然后再往下呢是这个猪肉 3斤饲料1斤猪肉有一些比较好的品种 和这个有的机构提供的好的饲料啊能到2.5斤 但是下来的话平均3斤是差不多的 然后再往下就是这个牛羊肉8斤饲料1斤牛羊肉 因为牛羊呢他有时候要吃草 这个草呢就就很麻烦他不像猪啊鸡啊什么 你给他扔点这种豆粕啊玉米啊撒着给他吃就完了 啊然后思想比较简单圈养 然后牛羊肉呢有的时候他还这个这个就体积又大 然后整个的成本肯定会高一些 然后这个按照这个上面算下来 2斤饲料1斤鸡肉就算下来的话就包括厨鸡啊 这些摊下来的话1斤鸡肉的成本差不多是6块钱 6块钱1斤猪肉的成本呢大概是7块钱 1斤牛肉的成本呢是12块钱 这里你看就看出来了1斤牛肉的成本呢是鸡肉成本的一倍 1倍啊 然后呢这个1斤饲料是1块6 1斤鸡肉是8块1斤猪肉呢是10块钱 1斤牛肉呢就是30 这里面就跟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图表就对应下来了 啊你看左下这里啊这就是这个12月1918年12月19 当时我取的这个这个就是从伴德里面取的这个价格 呃这个黄玉米的价格呢1公斤是1块9 然后相当于一斤的话是1块钱 但你不能早光给他吃玉米的一样嘛 所以说还有这个豆粕 说平均下来的话是1块6 这也是查了一些数据之后 比较公允的这个这个呃 饲料价格啊这已经打得很低了就是批量的啊就是批量的这种生产 呃鸡肉就这种肉肉食品的这种企业 呃然后那个说这里面的话哎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就是说 呃这个1斤饲料1块61斤鸡肉8块 这都是成本啊 于是根据饲料的价格和除鸡猪仔牛犊的价格也包括他的一些成本的价格 有些成本因为这个也都是在一些官方的上面查到的他的成本 1斤鸡肉8块1斤猪肉161斤牛羊肉30 呃这都是他的建议成本的所以说1斤鸡肉他成本是8块钱 他卖你19块钱是合理的啊19是2亿市场 他批发出来的话是呃我看看啊这个白条鸡批发下来一公斤是17左右 172816就一斤鸡肉只赚你一块钱5毛钱5毛钱一斤鸡肉赚你5毛钱啊 因为他量量大嘛所以说从批发来说的话赚的比较少 然后猪肉呢是呃到了呃批发是20块钱一公斤就10块一斤 哎也差不多一斤猪肉这边的成本也接近10块钱啊 所以说很多养猪的会发现怎么亏损了 现在猪肉价格这么贵他这个养猪的怎么亏损了就是因为他现在跟他贴的很近 由于现在都是工业化的大批量生产的啊包括物流啊这些方面都是一个一个大的这种这种 这个运输集团呀这种做所以说下来的成本都会市场很透明 然后牛羊肉呢这个有一些地方比如说我有时候冬天喜欢吃宁夏那边的羊肉 确实非常好吃有一股奶味也推荐大家去去买叫什么延迟摊的吧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真的相当好 然后一斤牛羊肉呢是30块钱30块钱的话呃我们上面看的这个就是成本啊 然后批发价呢是60多一点那一斤也是30多 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他的成本在成本先附近 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的贴近他 就是因为现在养这种这种鸡肉猪肉牛羊肉 这种这个民生用品的这个大的机构很多 然后呢呃他的价格贴的很紧 所以说只要有一定的利润空间这些大的机构都往下压啊 都会压压的比较贴近于这样的话他的销量高嘛 因为他的这个呃肉食的这个销量是基本是固定的 除了在个别的月份当然这些很多机很多的这种企业也会针对于这些去去饲养相关的一些呃这个呃肉食动物啊 呃这个里面的核心价格是什么 你发现这个波动啊大家注意看啊这个波动呃这个你看啊这是这根线啊这根线是斗破吧 哎不是这个高的不是高的不是啊这是猪肉下面在这儿在在这里 你看啊注意看这个的灰色的是这是鸡蛋吗鸡蛋啊再往下 这里有波动呃有个豆破豆破的你会注意看啊这个很有意思他的所有肉的这些的价格包括鸡蛋啊包括鸡蛋的价格呃他是跟随着国际上的豆破的价格的波动而波动当然也包括玉米啊玉米豆破的价格他的幅度是趋一致的 所以说你很多人说你我做的东西跟金融没关系我可以说所有人做的东西所有人所日常接触的东西都跟金融有密切的关系是金融他是一个调配资源的一种最有效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你市场上的这个价格如果说鸡肉猪肉羊肉发生变化了他的根源一定是跟金融相关的当然还有比他更深的啊 跟金融相关的就是因为由于他的国际上的豆破价格涨了这里面豆破的价格上涨下跌呢跟很多因素相关有可能是政治原因啊有可能是欠收了啊有可能是罢工了有可能什么很多因素所以说很多人说你国际那期货价格关我毛事啊但现在他就关你的事了他的价格的变化就影响到了你餐桌上东西的价格 所以说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这个就是那个饲料和肉的价格关系我相信很多人也是有疑问的啊这个这个牛肉猪肉羊肉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吃猪肉呢因为猪肉是中性的啊你比如说你身体发烧了所以说那个那个老人就跟你说不要吃牛肉羊肉啊啊那玩意是发的啊 然后但是呢猪肉可以说中国人呢这个这个喜欢吃猪肉喜欢吃猪肉跟中国的经济条件也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时候呢也是有一定的因素是为了解释自己的这个这个消费能力相对弱一点点啊这也是一种让自己心态平和的方法啊其实我觉得是那个能在食物链上端的 那你呃肯定是上端的好你比如说像牛和羊他吃八斤的饲料才闪一斤的肉从概率来说从这个食物的叫不是食物就呃动物或者说自然界的规律来说他的肉一定比猪肉和鸡肉好吃啊因为他是八份的饲料才变成了一份的肉 不然他可能就没有存在价值了啊大家去理一下这个思路啊就是呃虽说牛肉的话现在他就卖的很贵嘛对吧羊肉呢好的羊肉也很贵啊国产的这些羊肉呢在冬天的时候最便宜的我印象中有四块一斤的你像现在的话这个差不多都是现在目前没有什么羊肉北方有啊现在牛肉的话基本都在六十这个我相信大家 大家还是应该挺有这个这个应该能够有些启发的点啊然后鸡蛋大家可以看一下鸡蛋基本上一公斤现在应该是在九块钱一公斤啊然后呃他的这个相当于是养母鸡所产生的东西然后呢呃公鸡呢主要都被杀掉了用来呃当做这个这个吃肉了母鸡呢就用来下蛋 然后大家也可以有兴趣也可以算一下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我觉得很有意思他都跟他的源泉相关的然后在斗魄前面到底是什么呢在斗魄再往前我们之前我跟我们一个合伙人也聊过 再往前的话就是纠集所有的金融的根源其实就是人就是单位商品上面的劳动力就是你人那时候你人的话你美国那边可能就都是由于把原来的原住民杀掉之后然后变成大农场 那他那边都是机械化的弄几千顷的这种机械化的那他里面他背后依然有单位人在上面的劳动力只不过变成机械之后呢他的单位成本下降了 不像中国的话现在由于还是小农经济但小农经济有小农经济的好处他比较稳定啊然后美国的这种资本的主义的这种方式这种大农业的方式呢有他的好处各有各的好处中国现在会稳定一些 至少你有块地嘛对吧回来回到老家回乡窗也至少你有地嘛 呃这个就是背后的劳动力呢由于美国的价格相对比较低 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这个产种品的价格呢就可以倾销全世界啊 所以说你像中国之前的话这个采购美国的这种大豆是非常多的当然还有巴西的 然后呢他的背后呢就是他生产一斤大豆的成本是比远比中国的要低的 包括他产的就中国应该还有大量的玉米是自己产的啊 然后欧美呃主要是美国了那边的这个大豆价格会压得很低 包括他的呃这个这个品种也相对比较好啊 然后各个方面的原因吧但是背后的话都是单位劳动力 他呃几个人开辆大的收割车种植车各种各样的车 他就可以可能中国人要几万人才能这个种植的田地 他几个人就可以做了啊当然他的背后用的这些机械也是由人开发的 然后这个机械用的汽油啊这种原油啊也有 所以说都关联起来了 就是他这个东西没有一样东西说我就是独立的 那原来的这种小农经济一样我就待在一个地方 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自己做 但是在现代的生活中你每一样东西都是关联的 你的每一样东西由于全球化了之后 你的这些你你这个收割用的这些石油啊钢铁呀这东西都会摊到一个一个下面 然后呢背后都是经济规律 所以说经济这个整个的一条线串了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所有的地方 所以说你以后遇到的所有的东西我都会通过类似的方法把它的这个抛析下去啊 就是了解到为什么它这么贵啊当然有一些的可能价格会有一定的这种这种稀缺性 比如和牛是吧那人家不是听着什么什么歌曲天天吃的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然后天天给他按摩那就是其他的概念了有点概念也有的就是他的这个生存条件会更加好吃的 可能不一定是简单的豆粕呀什么这种这种玉米之类的 可能他有其他的东西啊有有概念成分有炒作成分那个不在我们讨论范围 内只是在他也是基于这个基础之上出来的啊 所以说这块是很有意思的 我其实也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做一下这个在万德的那个EDB里面有包括在这个啊 但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万德也没有关系在统计局里面都有 大家不要把统计局拍的那么狠人家是一个国家的统计局有他的这个需要去做些东西 但是绝大部分的资料一定是对的你不要一棍子拍死不要人云亦云啊 然后那个你像我们在看一些人民银行然后包括统计局的一些数据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客观的我去会去调研的 我调研了之后的结果大家看出来这都是合理的啊 你从市场上买的一斤猪肉现在五花肉16排骨35一斤牛肉羊肉的话现在是一斤羊羊羊现在没有啊一斤牛肉的话605060 一斤鸡肉19啊 然后一最后过来一查人家是批发价零肉价是一倍就相隔了差不多一半当然合理的了啊 所以说这个统计局的价格是合理的非常合理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时候我可以去专门批发市场去去看一下啊 这里面因为我原来也去统计过所以都是合理的大家就平常心然后哎这个去实地调研一下实际真正的调研而且这是确实会影响到你生活的 你要去判断中美贸易战之后如果说真的是这个会造成大豆这种豆腐的价格大幅上涨 那这个会引起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些吃的这种各类肉食品的大幅上涨 然后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些肉类上涨之后蔬菜不上涨啊 里面都会有相关性的什么相关性我们可以以后再聊我可以简单的提一下 就是你种菜的人也要吃肉吧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你这个这个至少大概率会的啊 那你这样的话那种菜的人然后那他的很多的东西都贵了整个社会的这个成本都高了 我不相信你的蔬菜不高啊 然后你房东吃你的这种东西贵了之后他不涨你房租吗 所以大家不要想的那么简单所以这里面都是一环套一环的通过量化的方法可以把它更加的细化出来 包括它的趋势性你可以有一定的判断你不用天天看但是你有一定的金融知识会让你的心不慌 你大概知道是怎么为什么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会造成现在的情况 为什么是现在的价格啊什么肉会比较好啊就是不要人鱼一云啊 然后从这个概来说很明显我就可以下个定论牛肉羊肉他的这个 某些方面啊营养方面他比他贵他就有道理他肯定会好吃一点 好吧但是有人不太喜欢这是个人的评判但是从价格来说市场已经把它定价定到这发现出来了 他的价格没有出现某些人不吃他的价格就会掉下来啊 然后慢慢的会饲养少但现在这个明显价格是定在这里 而且牛羊肉的价格是往上走的就很明显他的这个需求量是增加的啊 就是包括这个社会的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能够消费这些肉类的人群是增加的啊 这个大家到时候可以到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慢慢的来逐项逐项分析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如果大家对于这块有些疑问的话也可以这个在视频底下来跟大家一起交流也可以给我发私信 但是我更加建议的是通过视频底下因为如果说都是私聊的话我觉得会消耗很多的时间啊 然后那个等大家慢慢的这个就是了解多了之后啊当然我也希望未来的话可以有私聊但是私聊的话我本身有很多的公司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公司有些事业事务上的一些一些事情啊 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平台大家可以在视频底下多多沟通好不好最近也接了很多的私信啊 然后呢呃当然我是希望大家更多的也希望加我的微信未来我觉得会会去考虑但是目前的话暂时我还不太想去加很多的呃微信 然后呢呃就通过B站或者是呃这个境外的一些一些平台大家可以在里面直接的交流好吧呃好拜拜 希望大家对这期视频感兴趣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